這個是從美國的兩個保育團體發起的 那他們就是訂4月9日 無射甚至日普 並不是說那一天不要產生垃圾 重點是消費行為要改變 就是用自己個人的消費行為 去改變其他周遭的人 歡迎收看核心潔力就地球 大家好 我是劉爾基 為了保護環境 保護地球 人們除了頒布了很多的環保法令之外 也成立了很多環境保護的團體 同時也設立了很多生態保護區 同時也訂定了很多環保日 可是你們知道一年當中 到底有多少環保日 那每一個環保日的主題又是什麼呢 今天就讓我們一起來了解 歡迎我們今天的地球寵物者 長青美女隊 你也來 我也來 大家一起愛地球 今天的守護者是四位長青美少女 觀賢妹 熱愛種植綠色植栽 陳洪晴 常參與社區環保活動 范秀妹 會教大家垃圾分類 陳美貞 出門隨身攜帶環保袋 今天長青美少女們 能成功守護地球嗎 第一個我們講到的是環保節日 有聽過什麼跟環保有關的節日嗎 美貞 我跟我兒子聊天嘛 我兒子說如果大家不要開汽車 那改用騎腳踏車或是用 現行的 這樣子就比較不會有空氣污染 所以你覺得天天都是環保日 對 好 到底有哪些環保節日啊 我們歡迎我們彭瑞翔先生 歡迎 小金哥好 各位大姐 大姐 阿姨好 彭瑞翔 會變成清爽的藍天白雲 所以這個婆婆媽媽們 我們加油好不好 好 但是呢 如果答錯的話呢 就會有人要進入這個加油區 進入加油區以後呢 就不能講話 只能夠比手畫腳 好 這邊要幫自己加加油 幫這個在守護區的朋友也加加油 好不好 好 聽不清楚 清楚 有了解嗎 有了 好 好 馬上進入我們第一階段的問答題 問答題有8題 選6題 第一位 請選題 3號 好 第三題 請出題 環境污染題 汽車排放的廢氣 是造成氣候暖化的原因之一 還會對人體造成何種影響 1 貧血 2 降低免疫力 3 損害呼吸系統 4 以上皆是 我覺得好像都很有可能 這幾個文多了都會有可能 好 考慮好的話 請作答 這題的解答是什麼 請解答 4 以上皆是 汽車排放的廢氣 會損害人體呼吸系統 血液系統 降低免疫力 而廢氣中的本 清洗血液系統 會造成貧血 甚至引發白血病 對啦 除了對人體的健康傷害 也影響植物的生長 降低農作物的生產 所以大家還是少開車 多走路 多做這個大眾交通工具啦 好 第二位 4 4號 請出題 環境新聞題 2014年 德國小鎮拉斯道夫的一家農場 因通風不良 導致何種動物 排出的甲丸超標而引發爆炸 1 豬 2 牛 3 羊 4 馬 據我所說 這是一種頭上有長角 很大的一隻那種動物 感覺是那種動物比較容易 這種通風不良會爆炸 來 請作答 好 二 二 三 二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集的解答是怎麼 請解答 2 牛 德國中部小鎮拉斯道夫的一家農場裡的牛舍 因冬季通風不良 導致空氣中甲丸碳氨氣濃度過高 結果偶然晶電反應的火花 引發了這次的爆炸 第三位請選題 第二題 第二題 請出題 綠色能源題 潮汐發電是利用漲潮與退潮的高低變化來發電 請問世界上最早的潮汐發電廠位於哪一個國家 1 美國 2 法國 3 巴西 4 義大利 這哪個國家呢 這個我也不知道 哪個國家呢 哪個國家呢 好 請作答 來 請解答 2 法國 法國在布列塔尼省建成了世界上第一座大型潮汐發電站 電站規模宏大 大坝全長750米 坝頂是公路 平均潮差8.5米 最大潮差是3.5米 好 第四位請選題 6號 6號 第六題 請出題 資源再利用題 2014年台北燈結主燈飛越阿俊 使用何種廢棄物回收做成 1 光碟 2 吸管 3 保特屏 4 主機板 這個看起來好像是可以放進電腦裡面那種 好像圓圓的那種 好 請作答 好 請解答 1 光碟 沒關係 沒關係 後面還有題目 但是我們要問一下專家 回收光碟可以做哪些應用 光碟特別可以強調的是說 因為光碟它有很多貴重的金屬在裡面 金銀銅在裡面 然後回收以後它的那個塑膠顆粒呢 可以做再利用 好 謝謝 我們專家 謝謝 好 這個還有兩題加油好不好 好 第一位請選題 7 7號對不對 對 第7題請出題 綠色科技題 環保電池是指電池中不含鞏格等污染成分 2009年台灣發明何種可重複使用的環保電池 1 核電池 2 水電池 3 太陽能電池 4 氫氣電池 只要倒什麼東西進去就可以發電呢 什麼東西 那種東西好像還可以 好 來 請作答 來 請解答 2 水電池 環保水電池是利用碳鋁合成金屬片 加入水就能產生電力 只要加入5CC的水 就能產生 與一般3號電池相同的電力 還可重複使用 很厲害 加水就可以發電 我告訴你 不只是加水 加茶 加果汁也可以 恭喜有三位答對了 好 最後一題 第8題對不對 好 第8題請出題 自然生態題 下列哪種動物 以清除樹中的害蟲 而得到森林醫生的美稱 1 刺猬 2 穿山甲 3 啄木鳥 4 貓頭鷹 這個大家應該都知道了 好 來 請作答 請解答 3 啄木鳥 竹木鳥會用堅硬的嘴 早開樹皮 用長而代勾的舌頭 將藏在樹蓋裡的害蟲 蟲卵勾出來吃掉 如天牛幼蟲 蟒蟲等 是名副其實的森林醫生 我們的長青美女隊 第一個階段已經結束了 非常好奇他們分數有幾分 分數越多 能夠留下來的守護者就越多 我們來看看 他們這一階段 能夠得到幾分 1分 2分 3分 4分可以留下一位 5分 6分 7分 8分有沒有 有 2位 再來 9分再來 有沒有 10分 11再來 再來 1分 好 非常的個性 加油 加油 11分的話可以留下兩個人 我們要看一下他們分別的分數 是多少 第一位得到4分 第二位得到3分 第三位得到1分 第4位得到3分 好 3號必須要進入加油區 2號跟4號要有一個人去加油區 請問哪一位 好 同期請進入加油區 得到11分的長青美女隊 很可惜在第一單元問答題中 有兩位隊員 要先行到加油區等待救援 而留下的兩位隊員 面對接下來的二三單元 能否得到地球先生幫忙的機會呢 兩位美女 這個叫做地球先生 現在我們要答的題目 叫地球先生題 如果你們答對了 這個就會黏在這裡 你們就得到這個 召喚地球先生的機會 如果你們等一下答題 如果答錯了 你們要回 要到加油區 你可以召喚他 你就可以不用去 或者說你們在往下答的時候 想要多一個隊友 你可以召喚他 可以把那邊的這個 加油區的這個隊友呢 救回來 所以這個答對很重要 知道嗎 了解 了解 好 地球先生題 請出題 地球先生題 美國非營利組織 於2014年4月9日 推動和向環保節日 讓人們多一份愛地球的行動 1. 無肉日 2. 無車日 3. 無垃圾日 4. 地球一小時 先選擇 答案不知道對了沒有 請解答 3. 無垃圾日 恭喜答對 回到我們地球先生了 無垃圾日 沒有聽過喔 無垃圾日會有什麼樣的行動 問一下專家啦 這個是從美國的兩個保育團體 發起的 那他們就是定4月9日 無垃圾日 那無垃圾日重點是說 並不是說那一天不要產生垃圾 不要去做會產生垃圾的消費行為 這是他們的無垃圾日 對 就是用自己個人的消費行為 去改變其他周遭的人這樣 好的 好 謝謝專家 謝謝 好 經過主持人 層層的提醒之後呢 終於我們的長青美女隊呢 在這一關還可以留下兩位守護者 開心嗎 開心 對 能夠參與我們的節目 一起做環保就開心對不對 對 沒關係 我們繼續往下闖關 下一關是我們的影片題 要注意看影片 因為答案就在影片中喔 好 來 請看VCR 每年4月22日是世界地球日 這一天 全球180多個國家 以不同方式來宣導我們 只有一個地球的理念 2012年 加拿大多倫多 人文學校學生和家長 在世界地球日這一天 化身成大地的圓丁 前往唐世維公園指數 用行動來氯化環境 愛護地球 前是一個舊的機場 然後我們在這裡把它 轉換成一個綠地 我覺得對 之後 如果我們可以把它變成 是一個公園 對這個地球很有幫助 整片公園 種滿了上千棵小樹苗 不只促進了親子間的好感情 也為愛護地球盡一份心力 而台灣參與地球日行動 可以追溯到1990年 當時台灣因為垃圾隨處丟 甚至爆發垃圾大戰的危機 因此清掃家園是台灣 最早的地球日行動 台北市社子地區慈激志工 帶動社區民眾掃接 走到迪化橋下就開始 撿拾垃圾 除了常見的瓶瓶罐罐 志工還撿了一大堆的廢棄電線 花了一個上午的時間 總共清出了十多碼布袋的垃圾 這個環境清潔的時候 大家也比較健康 大家好像想要 身體不好或什麼東西 受到感染了 所以說這個經驗 我們就每年都來做 從清掃家園分類垃圾 一直到資源回收 台灣人關注環境議題 改變居住環境 這二十多年下來 也漸漸邁向綠色新世代 我們的影片題有兩題 第一題請出題 世界地球日是每年的幾月幾號 剛剛的影片第一集就說了 幾月幾號 你寫的是幾號 四月十二號 四月十二號 好 四月十二號 請問他們答對了嗎 牛叫表示沒答對 是 來 我們看一下我們的解答BG 每年四月二十二日是世界地球日 這一天全球一百八十多個國家 以不同方式來宣導我們 只有一個地球的理念 怎麼辦 有一位要離開我們守護區 要到加油區 誰過去 我離開 已經有人自動往走過去了 正美真媽媽一個人 這位媽媽也要進入我們的加油區 還有一題拜託你留下來 不然就要用地球先生了 好 影片題第二題請出題 最早的 剛剛最後有說 就是要把它打掃乾淨 打掃什麼 環境啊 好 你寫 最早是只提上這個對不對 好 好 你寫的是打掃環境 對不對 最早提上說把環境打掃乾淨就對了 對不對 對不對 好 請問他答對了嗎 恭喜答對 好緊張 請看解答BG 台灣參與地球日行動 可以追溯到1990年 當時台灣因為垃圾隨處丟 甚至爆發垃圾大戰的危機 因此清掃家園是台灣最早的地球日行動 對 清掃家園你寫 打掃環境 我們就算你對了 好 謝謝 從打掃環境開始 到這個垃圾分類 到資源回收 對不對 一步一步往前進 那我們台灣響應地球世界日是這樣的開始 那世界地球日的起源是什麼呢 我們當然要問專家啦 地球日其實到現在已經44年了 最早就是在1970年 是美國一群大學生 還有一些藝人發起的 那他們那時候因為環境都破壞 所以大家都忍無可忍 1970年的時候有上千萬的美國人 上街遊行還有演講宣傳 去告訴大家說這個環境保護空氣 保護水的重要性 那後來它這個事情促成了 很重要的改變 就是美國他們就定了一些 環保法令 清淨空氣 清淨水源 然後還成立了環保署 都是因為地球日來的 好 謝謝專家 謝謝 美甄媽媽留下來啦 還帶著地球先生 要跟著我們繼續往下一個闖關 好不好 好 馬上進入我們的十座題 環保節日佩佩看 由場上的守護者 選出正確環保節日 可請專家以場上的人數 刪去對等數量的誤導選項 全部答對就可以救回加油區的隊友 必使天色變為藍天白雲喔 進入我們的十座題 每次都要說明 人越多越容易過關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現在守護區呢 有四位的話 我們現在下面有 12345678有八個選項 有四個答案嘛 一定有四個是錯的嘛 對不對 如果這邊有四位守護區 我們會請專家幫你去掉四個 錯誤的答案 就選起來不要容易對對不對 可是現在只有你一位 專家只能幫你去掉一個 對不對 你想不想去掉兩個 要啊 我要挑那個關鞋妹啊 你要使用地球先生把誰救回來 關鞋妹 鞋妹阿姨來 請回來 好 地球先生現在有兩位啦 我們來看一下 這些圖樣我都不太常看到 我們專家可以幫你們去掉兩個 來 專家我們幫他們去掉兩個 去掉森林日 去掉世界森林日 國際生物動畫新日也不是 所以你們有六選四個來配 計時 一分鐘 開始 第二個呢 這是什麼 這像什麼呢 這是世界環境日 好 這是什麼 世界樹 世界樹 對 好 七 這麼快 一分鐘這麼快 六 有沒有要換 四 四 三 二 時間到 好 最後的答案已經決定了 我們要來看一下你們有沒有答對 看一下第一個 世界動物日你們有沒有選對 它是世界動物日嗎 這個題目的解答是 世界動物日 對啊 它到底是不是世界環境日呢 我們看一下 恭喜答對 專家幫我們解說一下這兩個 世界動物日是每年的10月4號 那一開始是一些有宗教背景的生態學家發起的 那時候人類因為開發 因為獵捕的關係造成很多動物越來越少 野生動物 對 所以他們覺得要訂一個日子來呼籲大家關心 那10月4號是他們那個特別的摘日 所以後來就都訂10月4號 世界環境日是 幾月幾號 6月5號 6月5號 6月5號它是因為1972年聯合國有 世界各國都有開一個會 然後那時候確定就是說 我們全世界都要注重環境問題 試題有一半都答對了 還有這兩題不知道能不能答對啦 我們來看一下 世界師弟日 最後一個 世界水之源日 好 所以非常可惜今天我們的地球守護者 沒有辦法成功守護地球 好 我們的隊員請回到我們隊伍裡面 來 非常可惜 我們長青美女隊沒有守護地球成功 沒有辦法把我們看起來火紅的天空 變成清爽的藍天白雲啊 如果沒有關係 來的話就學到很多知識對不對 對 是的 錯了 我們要請專家講解一下啦 像世界師弟日日好 它其實就是在想要保護師弟 水資源日是每年的3月22日 3月22日 那水資源日是對於這個 第三世界其他國家更重要 因為在第三世界 常常就是有像非洲或是中東 有些地方他們的水很少 國家之間的爭端常都是因為 水資源分配不均造成 對 搶水造成 那所以後來大家就覺得 其實照顧好水資源 也可以促進和平 那促進和平之外呢 他也想告訴大家說 水資源是跟萬物都有關係的 所以他這個雕章裡面有一些動物 好 謝謝專家 好 謝謝 終於都學到了 但是很可惜啦 還是也沒有辦法達成守護地球的任務 常青美女隊 在今天的第一單元問答題 很可惜只留下兩位隊員 在第二單元影片題 不小心又失去一名隊員 最後在第三單元實作題中 還是沒有順利過關 不但沒有救回隊員 也無法成功守護地球 今天我們的地球守護者 長青美女隊非常可惜 差一點點就可以守護地球了 但是還是沒有成功啦 不過沒有關係 我們還要致政給你們 環保鋪滿 我們請專家來幫我們致政 來 把這個核心競力 就力度的環保鋪滿 你們帶回家 繼續的... 謝謝 這個把錢繩進去 繩進去 繩的錢繩進去 繼續的致力環保 然後再把這個存滿的鋪滿呢 送給我們這個環保團體 大家繼續的來做我們的環保 謝謝你們參加 謝謝專家 同時呢 也要更謝謝各位觀眾朋友 您的收看 您也喜歡環保嗎 你喜歡我們的節目嗎 除了到臉書給我們按讚之外呢 還要報名來參加喔 非常的簡單喔 只要能組成四個 就可以來參加我們的節目 跟我們一起核心協力 就地球喔 我們下次見 拜拜